我们说X是个随机变数的意思是说 做一个结果不确定的试验之后所得到的那个数X 那我们说X是个连续型随机变数的意思是说 做那个不确定的试验之后所得到的那个数X 它可能的值会是所有时数都有可能 或者是时数里面的某一段区间有可能 这样就叫做连续型随机变数 而我们习惯上把这个随机变数的名字都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写 但是当我们做完一个随机试验所获得的一个确切 就是已经得到的那个数X呢 却习惯用小写的X来表示 那么如果F是刚刚说的随机变数X的PDF 就是几率密度函数的话 这个F的X里面的那个变数就会写成习惯上就会写成小写的X 那么F称为X的几率密度函数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们做了随机的试验取得了一个数 这个数介于A和B之间的几率 而且我的介于是包括这个左右端点的X大于等于A 且小于等于B的几率 就会是这个密度函数F of X 从A到B做的定积分 这是我们应该已经从学习几率密度函数所知道的基本的知识 但是事情稍微复杂一点点 没这么简单 并不是所有的函数都可能作为某一个随机变数的几率密度函数 它必须要有一点点限制 那这个限制也都是来自于我们对几率的认识 比方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值X它发生的几率不可能会是负的 所以几率密度函数就不会有负 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假如这个F of X要满足几个条件 它才能成为几率密度函数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这个F of X一定要非负大于或等于0 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观念 所有可能的值都发生的那种就是全体的几率 也就是说所有可能的几率的总和就是1 这个几率总和不会有2 3 4 1.5这种大于1的数 就是几率的总和就是1 所以这个F of X就要满足 等一下看了一个积分式子 我要先讲一个符号 各位同学或许之前已经看过了 总而言之在数学里面表达这个无穷大的符号就像这个样子 那像一个躺下来的8 那它的英文是infinity 那我们中文就称这个符号为无穷大符号 它就表示无穷大 那么我现在要说在整条时数线上 对所有的时数都做F of X的定积分的话 其实将来会学到它不叫定积分 叫别的名字 总之我就说从整个时数上做积分 那么积分的下限就等于是没有下限 就是写成负无穷大 那积分的上限就是没有上限 就写成正无穷大 那么在整条数线上的积分的意思 就是负无穷大到无穷大的积分 那么这就是说几率密度函数 在所有时数可能的这个值上面的全部的几率 会是多少呢 就是1 所以这个积分一定要可以算 而且答案是1 给我们一个函数F of X 如果它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 而且它在意义上是说从A到B的定积分 F of X从A到B的定积分就是 这个随机变数X介于A与B之间的几率 在这些条件之下 我们就说这个小写的F of X 这个函数是随机变数X的一个几率密度函数 现在就整个再看一遍 如果X是个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有某个函数F of X 它满足呢 这个函数值都是非负的 而且它在整条数线上的几率是1 而且它在A到B之间的定积分的意义 可以是那个随机变数的值 函数F of X 记得刚刚说它一定要大于或等于0吗 但实际上它可能在很多地方 在实数的很多地方 其实函数值是0 只有在某一个有限的区域里面 函数值是大于0的 实际上可以这样 比如说对一个01B区间里面的均匀分布的随机变数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呢 其实相当简单 一个分段定义的函数F of X 它在B区间01之间呢 这个函数值是1 那在其他所有的地方 这个函数值都是0 看一下这个颇为无聊的函数图形 这图形的红色曲线 其实都是水平线 就是代表PDF 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均匀分布的几率密度函数 它只有在01之间 就是一条水平线1 其他的地方都是0 那这样子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几率密度函数了 显然这个函数呢 在每一个X的地方都大于等于0 而且呢 它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也就是在整条数线上的积分 其实只是0到1之间的积分 而0到1的积分 当然就是这块正方形的面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1 因此它就满足了我们刚才说 几率密度函数必须要满足的两个条件 连续型随机变数相对于离散型的最大不一样 就在于啊 以前离散型的时候 比如说值一个size 我们可以问值出来点数是3的几率是多少 现在到了连续型 那么对任意一个时数a 我们的随机变数恰恰等于a的几率 根据刚才的定义呢 我们要把它改写成x大于等于a 而且又小于等于a的几率 那就是f of x从a到a的积分的意思 在同一点上的定积分 做完反导函数之后 当然我们就看到f of a减f of a 就是0 必须是0 所以呢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等于任意一个特定时数的几率都会是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技术上面的解释 但是也许有点不服气 在道理上到底怎么样讲得通呢 这就要想一个这个比较古怪的故事了 比方说我问你几岁 那正常人都会说一个足岁嘛 比如说你现在20岁 那可是认真想想看 年龄是什么意思 如果用很精确的来说的话 年龄好像应该从你出娘胎那一刹那算到 现在一共有多长的时间 所以你说你20岁其实是做了四舍五入的结果吧 或者是无条件舍去的结果 其实正确来说 你可能是20岁又三个月 你可能是20岁三个月又18天 那你可能是20岁三个月18天又7个小时 我想你懂这个意思了 如果我们非常精确的说下去 那么当你对大家宣布说 我现在20岁的时候 你说不定讲完这句话 那一刹那就过了 你就已经不是20岁了 你是20岁又过了5秒钟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 严格的要说一个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它恰恰等于任何一个数的时候 就是一个太小的太短的那一刹那 那一刹那随时就过了 所以呢 在这个解读之下 希望你现在服气一点 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在任一个固定的时数A 发生的几率都会是0 知道这件事呢 其实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啊 当我们说随机变数X 介于A和B之间的几率是多少的时候 你不用太讲究 这个从A到B到底有没有包含A 有没有包含B呢 事实上我们一开始说的是 X大于等于A小于等于B的几率 是用A到B的定积分来定义的 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对任何一点的几率都是0 所以A到B的这个区间两端点A B有没有包括在区间里面 其实就不重要了 因为它有在里面或没在里面相差的就是在一点的几率都是0 所以根本对几率来说是没有差别的 因此啦如果这个X从A到B是包括左端点A 不包括右端点B或者是不包括左端点A 但是包括右端点B或者是是一个开区间两端点都不包括 其实结果都一样 这四种几率的结果都一样 都是密度函数F从A到B的几分 那还有两种状况我们应该要处理一下 一个就是如果我现在要问一个不是有限的区域内的发生的几率呢 比如说没有上限 我们就说X大于等于A的几率 当然你现在知道X大于等于A的几率跟X大于A的几率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的时候的那个几分 我们就要把上限的那个符号写成刚刚介绍过的无穷大符号 所以它是从A到无穷大把这个密度函数F做几分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类似的没有下限的状况 就是X小于或等于A的几率呢 就是从负无穷大 没有下限的几分的几分下限 我们就用负无穷大这个符号来占它的位置 负无穷大到A的几分就是 随机变数X小于等于A的几率 最后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 如果现在有一个状况我真的必须要问X等于3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要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一定在这个连续型的随机变数上不能处理任何一点的几率 任何一点的几率一定要把它扩大一些变成一个区间的几率 举例来说我要说X等于3的几率的话 那正常人来说我们大概就会用四舍五入来处理这件事 也就是我的随机变数的值呢 大于或等于2.5小于3.5 不到3.5的这么一个区间 在这个单位区间里面的时数 经过四舍五入就会是3 所以假如我们要求X等于3的几率 到了连续型的随机变数我们就要改求 它在四舍五入以前的那个区间的几率 层性的使用 对付吗 就是我们的地区 祝你 再见 如果我们的地区 听那些不知道 小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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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是